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告语言 今天是第22期 不过在给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了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通道缓冲区 对 今天我给您讲一讲 够员中什么叫做通道的缓冲区 好咱们开始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带缓冲区的通道 Channel Buffering 什么意思 是这样 前几期我给您分享通道的代码的时候 您会不会注意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 当咱们往通道中 不管是什么类型通道 对吧 发送一条消息的时候 系统会阻塞住 那么相对应的 咱们在系统中 或者说在编码中 必须有一行编码 要接收这个消息 接收完之后 程序代码呢 才能够往下执行 有朋友说 哎呦 我前两天看你这个视频 没意识到这一点 没关系 今天呢 我给您演示一下哦 好 咱们看我的代码啊 通过我今天给您举的例子 您就明白 什么叫做带缓冲区的通道 它为什么有用 好 咱们看啊 今天的代码一上来 package 闷包 不写 报错 import format 这都没说的 然后咱们的主函数 对吧 大家请看下面 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我建立的一个 有三个缓冲区的通道 也就是说 缓冲消息 缓冲区的消息呢 达到三个的时候呢 会阻塞当前县程 什么意思 是这样 大家请看我这个位置 咱们往通道中发送消息 对不对 一般来说啊 咱们如果没有通道的话 没有缓冲区的话 那么咱们在这个系统县程中 发送一条消息之后 这个系统的这个县程 就会阻塞住 不动了 系统死在那了 那么咱们在系统中的 其他的编码地区 的地方呢 必须要有一行代码 要接收这个消息 比如说这个地方 对吧 我接收到这个消息之后 那么咱们发送方 才会继续往下发送消息 对吧 为什么 因为它发送一条消息之后 就马上阻塞 因为它没有缓冲区 那么今天大家请看 我这定义了一个 有三个缓冲区的通道 也就是说 这个通道发三个消息之后 它才会阻塞住 那么怎么办 那么必须都有相应代码呢 去接收它 接收完之后呢 这通道才会正式的痛快 对吧 通道痛快了 它就才继续的往下执行 发消息 对吧 OK 咱们就试试这个代码 看什么结果 看一下 我定义了三个缓冲区的通道 咱们发了三个消息 能不能正常的接收到 如果一会儿我给你演示 能够正常接收到的话 那咱们就走我的例外的分支 把咱们这个缓冲区设成两个 看系统还能不能接收到 还是说它会报错 好不好 咱们试一试 OK 今天呢 我还是用本地给你演示 咱们马上建一个man go 没问题吧 拷贝上咱们的代码 咱们的代码中有三个缓冲区的通道 同时往通道中发送三个消息 同时接收 好不好 试一试 存款退出 然后go runman 一回车 大家注意看 发送三个消息 然后接收到三个消息 并成功的打印到了屏幕上 没问题吧 OK 那么如果它请在这地方 我如果这个通道缓冲区不是三个 而是两个的话 会怎么样 咱们读一下代码 是两个 那么系统会发第一个消息 然后再发第二个消息 发完第二个消息 它在发第三个消息之前 因为缓冲区只有二 它会在这个地方 把系统的当前县程阻塞住 然后呢 如果有别的县程 如果有别的县程 接收这个通道消息的时候 那么它才会继续发第三个消息 对吧 它会在我叉叉叉的这个位置 把系统的县程阻塞住 等待别的县程去接收它 或者说鞋程都可以啊 去接收它 那么咱们看看我代码 有没有别的县程 或别的鞋程去接收它 没有嘛 它在下面 我的接收代码在下面吗 在下面对不对 在下面的话 但是呢 它在这阻塞住了 就不会跑到下面 接收消息的代码的处理中来 那么会怎么样 这个县程会阻塞住 阻塞住按理说呀 我阻塞住我等着呗 对吧 那么在构原中 是不允许这种等待的 它认为您的县程 或说您的主县程 被死锁掉了 对吧 永远没有人响应 这个县程是不是 是不是就被死锁掉了 是 OK 它就会报错 这个我认为是构原设计的 非常合理的地方啊 你既然阻塞住了 既然还没有人能够接收 处理我发送消息 我就把当前系统认为是死锁 我认为完全合理 咱们试一试啊 什么试 这个地方咱们改成二 然后咱们再运行一下 稍等啊 我改一下 把这个缓冲区 由三个变成两个 好 村盘退出 好 咱们再运行啊 注意看 现在咱们缓冲区 有两个消息 只能发送两个 然后才阻塞 对吧 咱们发送三个 且没有接收它的代码段 所以说它会认为 线程思索 咱们看是不是这个效果 Go 大家请看 Deadlog 这个说明什么 说明我刚才给您解释的 成功了 对吧 它这明明只有两个缓冲区 你给它发送三个消息 它在发送第二消息之后 叉叉叉的地方 它就把线程阻塞住 又没有其他的线程 去接收它 所以说整个系统呢 就报死所错误 我认为这个设计 完全合理 完全可以理解 希望您呢 也能够理解 OK 这个呢 就是我给您介绍的 咱们如何使用缓冲区 来发送消息的 简单的知识点 希望您呢 能够理解 在您的系统设计中 您为了增加系统的效率 我认为 您应该增加一个 通道的缓冲区 对吧 为什么 因为 如果您只发一个消息 就阻塞 等待别人接受的话 您的系统呢 没有那种并行的效果 对吧 比如说您做成 这个同时发十个消息 然后再阻塞 如果没有人接受您 咱就报错 对吧 如果有人接受呢 咱们继续往这个游戏 继续往下进行 对吧 所以说缓冲区通道 就是非常常用的一个技术 希望您呢 能够掌握 OK 以上呢 就今天给您分享的内容了 通道缓冲区 非常实用的一个小知识点 今天呢 介绍给大家 我今天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我的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参照一下吧 下面呢 是小马视频频道官网 希望您呢 能够支持小马视频 好 那这个视频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观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咯 拜拜